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继续来跟大家说 最后这个日元就是水日元 先给大家讲任水日元,好吗? 那在讲之前,大家记得 找一些百字的Apps 排盘的Apps 输入出新的年月日时间 排出了这个 年柱、月柱、日柱、时柱 这个叫八字 大家要看的户ход的部分是日圆的部分 这部分是来分析 2024年 成为食神逮杀的一个一位年份 有利权贵 是有利扬名 有利发挥表现的一个年份 整体方面可以这样 但不多不少 这些食神制杀的年份都会容易有口舌是非 表现自己 但是表现得来就不可以过分穿了 不然就会被人攻击回头了 这就是食神制杀要特别留心的现象 也有利考试读书 如果想要考试专业的课程 那是有利的 我们先看看每个月的运势 2月4日到3月4日就叫做丙人月 食神生财,有利求财 有利发挥,有利表现 所以2月4日到3月4日 各方面都是相当不错的月份 特别是求财做经纪的人士会更有利 3月5日到4月3日就行丁卯月 食神生财,财内合我 男命方面容易有桃花 不论男女命也是特别有利求财 所以也是一个不错的月份 继续走 4月4日到5月4日就行冒神月 七杀出来,食神制杀,得掌权威 所以4月4日到5月4日就有利扬名 有利出名,有利扬名,有利扬名,有利考试的月份 可以努力把握 5月5到6月4日走几字月 叫食神合观 女命方面代表你很容易 会主动地追到一个男人 如果你是女命单身 你又没有拖拍 你就可以把握这个月份 5月5到6月4日 主动要去主动追,不是等人追你 你要主动地去追一个男人 你会容易得到的 也有利转工的,譬如你是男命或者女命 你是想转个份工 那5月5到6月4日就有你找工作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月份 6月5到7月5日就走这个羹羽 我是叫休神夺食 这个月份会觉得受到被人打压的现象 容易有被人是非攻击,被人冤枉的现象 所以这个月份就要低调做人 这个月份 情绪不是那么开心 容易被人打压 受屈 吃死猫 这些现象 低调一点 忍一下 好了 走到7月6到8月6日 就走一个新微月叫观印相生 有利贵人 这个7月6到8月6日就是贵人月份 贵人扶持 那就是说 譬如你 在这个6月5到7月5日被人陷害 被人冤枉 被人打压 搞到自己不开心 去到7月6到8月6日就有贵人扶持 这样就不错了 走到8月7到9月6日就走一个任身月 自己坐着翼马星 这个月份会比较忙碌一点 这个月份是有利学习的 利学习的一个月份 可以学一些短课程 这样的情况也不错的 9月7日到10月7日就走这个季有月 就要小心破财 投资要特别小心 这个月份小心容易破财 不要借钱给人 否则这个月份一去就不要回头 容易被你身边的朋友找你 竞争者很大 打工都会容易有口舌 纷争是非 被人抢你的功劳 这样的现象 10月8到11月6日 夹缩穴 相食神祭沙 就容易有人事方面的纷争 容易有人事拗叫 人事争执 低调一点 低调一点 否则有很多人事纷争 在10月8到11月6日 如果你是一个女性 你会容易跟另一半吵架 所以10月8到11月6日 就忍耐一下 情绪不好 就自己出街 走个圈 就不要发起男朋友身上 10月7日到12月5日 走个月贺院 就相关 食神祭沙 再加相关 你会很想抒发自己的情感 就是说你想发脾气 你想发脾气 当然容易得罪人 所以在月贺院里面 就要注意一些口舌纷争 留心一些口舌纷争 很容易会有很多是非 12月6日到1月4日 走个丙子月 那就不错的 任水见指 有强根 食神生财 有利求财 但是因为这个月份 这个指字叫劫财 所以很容易会财来财去 即是说虽然12月6日到1月4日 是有利求财在表面 但是暗中也不断花钱要破财 即是比较财来财去的一个月份 走到2025年1月5日到2025年2月4日 就走个丁丑月 财来合我 有利财源滚滚 多劳多德的工作 经纪、生意人 有利财运的 多劳多德 整体上 任水日元 见这个隔十年的食神祭 实际年份 其实是不差的 不过在人制关系方面来说 会容易得罪老板 女人容易跟男朋友吵架 人员方面来说 就低调一点点 其中要比较注意 是6月5日到7月5日 加5月容易情绪不稳 受打压 不开心的现象 9月7日到10月7日 要小心投资破财 小心不要借钱给人 容易被人骗 10月8日到12月5日 10月8日到12月5日 这两个月主要是人事纷争 容易吵架 口舌是非这样的情况 12月6日到1月4日 小心财来财去 那头赚完 那头洗了去 这么解 整体方面 都算是一个不错的一年 OK 好 那我们接着 继续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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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好了 想想贵水日圆 见到2024年的甲神年 我们叫双官见官的一个年份 双官见官都经常听不同的师傅说 双官见官唯祸百般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容易有官非 容易有是非 口舌纷争 女人容易跟男朋友吵架 男女命都容易跟上司不和 工作方面想转工 这些这样的现象 所以如果贵水日圆走过2024年 都是属于人生比较变法多的年份 我们看看12个月 2月4日到3月4日 就走一个丙人 叫双官生财 2月4日到3月4日 求财是有利的 打工的朋友可能会转工 不过这个月份 但求财有利 即是说 就算你转工也好 都会转到更加好人工的工作 所以会利改变 利财运 好了 3月5日到4月3日 就走一个丁卯月 那 都是一样 相关生财 但是木黑肚 那都是有利工作方面的改变 还有是有利财运的 好了 4月4日到5月4日 就冒神愿最小心一点 相关 黑官 那代表不利工作 是非口舌 挣扎 这些什么现象 那就低调一点 4月4日到5月4日 这个月份低调一点 5月5日到6月4日 就几字 就叫相关合杀 相关合杀 相关合杀是好的 所以 5月5日到6月4日 就会觉得 可以能够 即是 得掌权威 得掌权威 5月5日到6月4日 这个月份来说 就得掌权威 有利争取功名利禄 女命方面来说 容易得到男朋友 也容易怀孕 5月5日到6月4日 这个月份来说 可以好好把握 6月5日到7月5日 这个是更月 这个月份 叫相关配印 这个月份 那其实没什么问题的 平稳有贵人 贵人月 容易得人赏识 7月6日到8月6日 新微月都是贵人月 容易得人赏识 那也是有利学习 来读书球学的两个月 那8月7日到9月6日 就行任新月 就小心破财 这个开支多 小心破财 特别容易有大的开支 还有如果你正在打工的话 容易被人劫财 劫你的功劳 这样的现象 所以8月7日到9月6日 就要加紧努力了 9月7日到10月7日 就贵的月是寄座桃花 所以来说 有利涂花 这个年份 这个月份 9月7日到10月7日 利涂花感情 贵人 长辈运 不错 10月8日到11月6日 就加紧努力了 正正是相关客观的月份的应期 就要低调了 如果不是 就会有这个口舌 纷争 吵架 就这样的情况 那就忍耐一下 10月8日到11月6日 11月7日到12月5日 10月9日 越来越天干食伤 在投资下 坐着劫财破财 因此投资会容易损钱 那就小心破财 这个月份 小心投资破财 12月6日到1月4日 就行丙子 相关生财 下面得陆 那就有利财运 那就不错 12月6日到1月4日 有利求财 多劳多得 2025年1月5日丁丑月 都是有利财运 多劳多得 这些有利求财 多劳多得的月份 特别是经纪 要靠OT 跑中数 赚钱的工作 特别有利 整体方面 贵水日元 就没有任水日元那么好的 因为很多人事方面的 争讶不和的现象 是非口舌 这样的情况 也容易触犯法律 各种事情都要小心一点 但是财运方面又不差 只不过是人事方面不好而已 如果你是女生 本身跟另一半感情 已经不太好 这一年份是特别容易分手的 要特别小心 有利转工 可以转工 不过转工 最好是下半年少少的时间才转 否则整年的相关客观 其实是忽利工作的 如果太早转工 整年都可能转得不太好 这个月就要注意了 其中要小心的月份 是4月4到5月4日 容易有是非争拗麻烦 8月7到9月6日 容易开支破财 比较大的洗费 小心投资 10月8日到12月5日 小心投资破财 容易吵架 这4个月份 就是要特别小心的月份 贵水日元 在4月4日 5月4日 8月7日 9月6日 10月8日到12月5日 这4个月份 红色那些 就要特别留心 其他那些大致上 都叫做平顺的 那 10天干日元就全部拍完 可能会分5集 每一集讲一个五行 让大家可以快点看完 不用等那么久 像去年那样的情况 好吗? 免费公开网货 名额有限 把握机会